欢迎收听晶晶这一家有声朗读 本次的主题是 为什么不要在车上滑手机 在汽车、公车、火车上的您 是否因为无聊而忍不住滑手机呢 在车上滑手机不好吗 对眼睛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只要三分钟 一起听听眼睛小知识吧 认识结状机 您知道吗 因为眼睛里面有结状机 拉扯并调控水晶体 我们才能随心所欲看远看近 您可以想象结状机 就像静泽的泡冰 当眼前是遥远的风景 代表目标物 距离眼睛很远 结状机就能以轻松平常的眼睛 心情站岗 如果眼前是一本书 代表目标物距离眼睛很近 结状机就会非常紧张 敌人都到家门口了 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保持警戒 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非常疲惫 那为何不要在车上滑手机呢 因为车上是动态环境 无论加速转弯或刹车 我们的身体都会因为物理惯性而左右摆动 对结状机来说 才刚锁定的目标 下一秒又瞬间移动 下的结状机又得重新瞄准 如此反复之下 比平时更加辛苦 结状机也会过劳罢工 如果在动态环境下事物过久 您会发现头部与眼睛开始有点晕眩 胀痛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恶心想吐的症状 这就是结状机过劳的征兆 因为结状机快要不行了 大脑赶紧发出命令 强迫您停止目前的行为 所以 请关心您的结状机 在乘车的动态环境下 不要使用手机或看书 多看窗外景色 或是听音乐发呆也好 赏给结状机一趟舒适 而放松的小确幸吧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搭配晶晶这一家的单元漫画 看看辛苦的结状机泡兵 如何在车上应战吧 晶晶这一家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